秦朝他早一些的国君 叫秦武王 他特别喜欢举重 那时候就有三个大力士 一个叫乌虎 一个叫孟岳 还有一个叫什么夏玉 还有一个叫 还叫于谦 那个秦武王跟那个孟岳比试 结果呢 毕竟他的力气不够 这一下砸下来了 就把他的那个膝盖给我砸砸坏了 所以呢 就有这么一个叫秦王举顶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后来这个故事就流传下来 后来到汉代 到魏晋南北朝 都有这个举顶这个节目 后来发展成为力技 顶坛子这算力技吗 对顶坛子早先算 现在也有点技巧了 它交叉了 对发展到现在 有些记忆就交叉了 那比原来就可观性更强一些了 对 来吧 咱们光说不练假把势 咱们看一看杂技 顶坛子 咱们看一看 咱们看一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